有很多语友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和田玉子料一定要染假的颜色 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染假的皮色无非就只有一个目的 掩盖它的瑕疵 因为如果特别好的预知 它是没有必要染假皮色的 如果它的瑕疵毛病特别多的话 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染假皮色 而且目前为止市面上充斥着很多的染色资料 那究竟有多少呢 我只能说比你们想象的要多的多 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 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石头去染假的皮色 去掩盖它什么样的瑕疵 来咱们看看这块石头 它这块是一个天然真皮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是要染色的话 就是有姜有棉的地方 就更容易染一些 它密度越松散 它的沁涩越容易 但是你看这里 有一些这种白棉的部分 如果说是染色的话 那它的这块颜色会比其他的部位要深 因为它更容易沁涩 但是这块恰恰相反 所以说这是一块纯天然的黄皮子的紫料原石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另一块石头 你们看到了吗 很多在和田新出的石头都是长的这个样子 它有一些白皮子 有脏 有棉 有各种各样的瑕疵 我们是不会购买这块石头的 但是呢 这个石头有优点 就在于它的这些白棉 浆 还有这些瑕疵 脏的地方 颜色一染就可以染得上去 它会呈现一个 由深到浅 不是特别均匀的局面 本来它就有这种白棉啊 有这种深浅 过度不一致 所以呢 染完了以后 就跟这个一样啊 当然没有这个自染 这块石头染完了以后 你就看不出任何瑕疵了 现在市面上大量充斥着啊 大量啊 非常大量的充斥着 用这种石头染 咱们拿这块料子来说 它不论是从形状 外形 品项 怎么看它都是一块 很烂的一块料 但是呢 咱们偷登看啊 偷登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这块料 它其实是含有育种的 所以这种料呢 它就吸引一部分的人 就是想赌一把的这种人啊 但实际上这块挺丑的料呀 也是经过染色的 它原本的颜色 就可以暴露它所有的缺点 染这么深的颜色 是因为就要掩盖它的缺点 但是实际上这种料 切开了以后呢 不可能出现好肉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觉得很夸张 比火龙果还要火龙果 那这种料在不染色的情况下呢 它这种黑啊脏 是窜在表皮上来的 所以它们才会染这种颜色 就吸引一部分喜欢堵食的人 但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 切开了以后 对吧 就是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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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笑笑 smile 喜欢 Kingdom